谁的人生不是荆棘前行 你跌倒的时候 品尝眼泪的时候 都请你不要轻言放弃 老者和他的女儿还是在心急如焚地找孩子 这两天对他们妇女两个来说 简直就是在地狱受折磨 老者的女儿已经来到了牧羊女家 他问牧羊女的妹妹 你们有没有看到 一个人抱走了我的儿子他才几个月大 牧羊女的妹妹说 我并没有看到过 老者的女儿和他说 要是你在哪里看到了他 你就去告诉阿祖法 牧羊女妹妹说知道了 他让老者的女儿喝一杯水再走 可是他现在没有心思喝水 老者已经开着车子过来了 他让他的女儿先上车 我准备要去康特家里看看 妈妈是他第二个怀疑的目标 他总害怕是他和杰斯联手做了这件事情 因为康特的妈妈现在对他恨之入骨 他也有可能做了这件事情 老者的车子很快就在他们家门口停了下来 老者的女儿一下车就质问康特妈妈 你把我的孩子藏哪里去了 妈妈说你在说什么 老者的女儿说 我的孩子被人偷了 肯定就是你们干的 他一边说一边进去就开始找孩子了 老者也已经进来仔细地翻找了 妈妈急得在那里大呼小叫 为什么每一个失去孩子的人都要来找我 你们为什么都要污蔑我呢 老者说 就是你偷走了我的孙子 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到处找 角落里都不放过 老者在那个屋里没什么发现 又来到康特的小屋寻找 吉尔纳好像在边上看他们笑话一样 老者女儿急得拿东西打他 妈妈又赶紧过来赶人了 他说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指控 你们也没有权利在我家里找人 对于妈妈说的话 老者的女儿一个字也不相信 他又开始去宠物园里和其他地方寻找 可是里里歪歪找了一圈 依然没有什么发现 老者又质问妈妈 你把我的小外孙藏哪里了 妈妈却说 你不要把偷孩子的这个罪名扣到我身上 更不要来这里问我要孩子 老者又问他 凯尔在哪里 我怎么没有看到他 妈妈一听他说这个话的意思 就知道他也怀疑凯尔 他为了维护他 直接就开始动手打人了 老者诈妈妈话 他说有人向我举报 说看到凯尔抱走了我的小外孙 你不要包庇他 妈妈一口咬定说 前两天凯尔只是过来送点东西给我 他并没有偷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像阿祖法一样的诽谤 老者的女儿说 因为你有作案的嫌疑和理由 不想听妈妈在这里为自己辩解 他又不放心去房子里再次的查看 哪知道吉尔纳也跟了过去要把他赶出去 老者怕他的女儿吃亏 赶紧过去了 他和他们说你们这么心虚吗 我们多搜查搜查你们就这么害怕了吗 他们几个人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老者的女儿哭着出来了 作为一个失去孩子的妈妈 他真的是太痛苦绝望了 坐在那里不停地哭泣 老者心里也难过极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的女儿了 因为一想到小外孙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坏人手里就心如刀割 妈妈还在和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 老者的女儿说 因为就你对我们有意见 妈妈说 我对你们很有意见 但是也不至于偷孩子 吉尔纳没有一点同情心 她拿着个猎枪一直赶他们走 完全忘记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父女是怎么帮助她的 她真的是典型的白眼狼 现在又轮到妈妈拿猎枪威胁他们了 可是老者的女儿和她说 我在找不到我孩子之前 我哪里也不会去 一个失去孩子的妈妈 不惧怕他们猎枪的威胁 老者和他的女儿 本来真的没有心情要和他们动手动脚 可看他们越来越过分 把他们的枪抢了下来 老者问妈妈 你现在告诉我 到底是杰斯还是凯尔带走了我的小外孙 如果你们还不承认 我就上法庭起诉你们 妈妈今天有枪在手 态度很强硬 她口口声声说 他们父女两个污蔑她 老者的女儿和她爸爸说 你赶快打电话报警 让执法人员来逮捕这个偷我儿子的小偷 老者也有这个意思 她已经拿着电话准备报警了 哪知道妈妈拿着枪阻止她的行为 老者的女儿问她 你们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报警 你们又在害怕什么呢 他们一言不合又在这里打了起来 一向不喜欢打架的老者女儿 为了自己的儿子 她也和妈妈激烈地对抗着 她在那里不停地问她 你到底对我的儿子做了什么 你偷走这么一个小的孩子 真的是丧尽天良 他们几个人又在这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可是不管老者和她的女儿怎么逼问 妈妈始终不承认她偷了孩子 她还和老者说 康特昨天已经回来过了 她想要有回她的车钥匙来找你 可是我说我没有钥匙 老者和她说 你真的是满口谎言 怪不得没有任何人相信你 康特的卡车钥匙和她的钱 不都在你那里吗 基尔纳建他们还是不肯离开这里 他居然还放火烧他们 老者的女儿觉得这个女孩太疯狂了 哪个男人娶了她 以后绝对是一场灾难 老者的女儿非常的生气 他第一次那么激烈地骂人 在她最伤心绝望的时候 在她丢失了孩子以后 这两个人非但不帮助她 连她来这里寻找线索也要驱赶 她越发地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妈妈做的 老者劝自己的女儿离开这里 因为妈妈和吉尔纳的态度 已经让他们更怀疑了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回来 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妈妈做的吗 我会想办法把孩子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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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